就怕再喝到泥巴水 眼看強臺瑪莉亞即將來襲 民眾趕緊準備水桶儲水 即便氣象局發布陸上警報後 再開始儲水都還來得及 但讓民眾如此著急的原因 就是怕三年前 蘇底勒颱風的惡夢再次重演 SOP已經寫好了 大概大概不會再發生這種事 2015年蘇底勒颱風肆虐大台北地區 讓不少市民好幾天只有灼水可用 北市府記取教訓 推出新版取水SOP 濁度在6000度以下就可以正常取水 6000度到12000度 則是會採取減量取水的措施 到達12000度以上就會停止供水 只要達到減量取水或是停水標準 三個小時前就會提早公告 讓民眾來得及取水 這次強臺瑪莉亞來勢汹汹 北水處則是嚴正以待 今天早上我們依據颱風應變的SOP 已經完成了颱風前各項設施的檢點 以及檢查工作 目前所有的設備設施都正常運轉當中 各進水場的沉澱淤 已經在颱風前已經全部的清理完畢 直擊進水場裡頭各項設施都準備就緒 防塵塵的灼水通過一道道程序後 瞬間變得乾淨透徹 但如果超出能夠負荷的濁度 被迫停水 到時還是得仰賴民眾 自己平時的儲水準備 我們就會把這個開關閥打開 把水放掉然後做清潔 對 讓水塔保持乾淨 甚至還沒遍停 有民眾加緊趕工清洗水塔 做足準備 就是要避免瑪莉亞霞帶的狂風暴雨 會讓自己面臨無水可用的酒精 藉著詹藥淳 黃雲俊 台北中午報導